Hello 大家好 我是表嫂 今天我要做这个水母 这个是我托那个渔民帮我捞的 他跟我说他捞上来的时候是满满一大桶 现在已经又开始说水了 有好几朵 他说这个触手不能去碰 可以看一下哦 这个是比较大的一朵 然后这个是比较小的 你看他一直在化水 因为他的主要成分就是水 他是一种无脊椎的浮游生物 他整个味道就是很腥又很咸的那种 海蛇他是肉食性动物 这里面夹杂的很多鱼跟虾 这些都是他吃进去的 还没有消化的 他有250多种种类 经常吃的就是白蛇跟红蛇 我今天拿的是白蛇 海蛇呢 它其实是营养非常丰富的一种海洋生物 它可以降脂肪啊 它防止动脉硬化 蛋白质和无基盐的含量很丰富 就是我今天要量磅海蛇头 但是我量磅的不是他的头 而是他的这个触手 一般我们吃只吃这个部分 还有他散的这个部分 其他我们是不吃的 如果要做海蛇必不可少两种东西 就是冥房和盐要泡水 给它泡四到六个小时 给它去咸 这个就是冥房 冥房可以让它迅速收水 让海水比较快速的渗出来 那我现在要开始处理它了 我就选了这两朵拿来凉拌 剩下的我会把它腌制起来 先洗干净用冥房然后再洗 现在下面往给它揉搓一下 冨袋洗过了 然后现在再泡水 要泡五到六个小时 去一下海水的苦涩味 泡的时间差不多了 要冨袋再沖一下 现在准备凉拌海蛇的 一个配料 他那个渔民都不收钱 他说送给我 然后给了他两包一片 这个海泽它是不能焯水的 这个是海泽的赏 火灯一样 这个地方是最贵的地方 就拿这个就行了 这爪最好吃 现在市场上就是那种 腌好的一斤差不多是要60块左右 而且还要看品质 用冰水给它冰蒸15分钟 它等一下会比较脆 冰水已经泡好15分钟了 现在是口感比较好 我给它下片料吧 青椒红椒芝麻油 酱油 白醋 红醋 一点鸡精 胡椒油 糖 加点香菜哦 现在是饭好了 我尝一下 吃起来脆脆的 QQ的 很爽口 一定要泡水 不然会有海水的苦涩味 这个饺 我婆婆说这个饺 她叫我单煮凉拌 她说这个饺超好吃 这个饺真的更脆 更有嚼劲 难怪真的它价格比较高 刚才我又冰蒸过 就是冰冰凉凉 爽爽脆脆脆 我今天就是做了两磅 两磅海蛰赏 一个是海蛰头 这两个当然是这个海蛰头 就是这个它的触角 最好吃 因为它更有嚼劲 吃起来很脆 就是处理起来会比较麻烦 我婆婆她那个弄好以后 我再展示给你们 差不多要三天 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拿去腌渍的一个 现在是非常咸 这个是它的那个扇 这个是它下面的那个出手 这是一个完全脱水的一个状态 这个要吃的话 我们也是要泡水泡一个晚上 给它泡发 还有去咸 因为只有这种状态呢 它还是可以储存的 那这期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